哈囉 歡迎來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比特幣什麼時候開始漲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主題 是這個比特幣什麼時候開始漲 因為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比特幣減半之後 已經進入到第二週了 但是比特幣的價錢 這個自從減半之後 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反應 目前還是處在63700多的位置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 就是這個比特幣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開始下一輪的暴漲 那進入今天的節目主題之前 想先讓大家看一下 那在週末的時候 因為電腦雜音的問題 我已經試了各種方法 然後基本上花了三天左右的時間 還是沒有辦法找到任何原因 我估計可能是之前的電腦 它的這個主機板供電有問題 所以一直會有雜音 所以因此我就直接怒買一台新的電腦 那大家可以在這個社群可以看到 當時我買的時候 開箱也有這個貼給大家看 那這個新的電腦 基本上全部都是最高的配置 然後剛好iPad Power 又是這個我的客人 就是他們大老闆是我的客人 然後他們這個GM 也是我高中的同學 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我這個高中朋友叫Jeffrey 那他是iPad Power裡面的一個高管 那他同時也是這個機箱的創辦人 那這機箱的名字叫做Height 那這個機箱是在全世界 40幾個國家都買的到 所以我會把這個機箱的連結 擺在下面 如果今天你想要換電腦 覺得這個機箱很酷的話 這個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今天影片的聲音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有很明顯的進步 這個500塊一隻麥克風 如果有比200塊一隻麥克風要好的話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區讓我知道 OK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節目主題吧 就是比特幣減半之後已經兩週了 價錢還是沒有什麼起色 那關於這件事情 其實我在我的節目當中 已經多次跟大家提醒過 就是比特幣減半之後 我是覺得他價錢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甚至在中短期 可能會有一個相對程度的回調 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回調到底是會到哪裡 會到58000還是53000 甚至是47000到49000這個區間 但是整體來說就是減半之後 我看到比特幣應該是會橫盤 或者是往下整理 至少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才會真正開始暴漲 那在短短減半之後的兩週 大家就有點開始不耐煩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這個影片的流量 也會反映出來 就是大部分的產戶 都是因為這個市場的價錢走動 然後去吸引到這個市場 去關注到這個市場 那在這個市場相對無聊的時候 他們反而這個關注力就會降低 那這個對於我們長期投資者 跟真正這個相信比特幣的人而言 就是給我們下一輪的機會 那至於這次回調會回調到哪裡 這件事情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今天影片就是要帶大家做時光機 看一下過去幾個循環 這個比特幣在減半之後的反應 還有當下的價錢是怎麼樣 那我們先回到上一個循環 就是2018年的牛市頂端 到這個減半之後兩週 這個價錢是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在這邊可以看到 2017年年底的時候 比特幣漲到2萬多一顆 所以在減半之後的兩週 這個價錢其實落在8000多 就是跟上一輪牛市高點 是跌去了56% 那如果我們回到上上的這個循環 在這個牛市頂端的時候 比特幣價錢是在1300左右 那在減半之後的這個兩週 也是有一個50%的跌幅 所以變相來說 這個減半之後的兩週 這個比特幣的價錢 跟上一輪牛市高點 新高比較來說 基本上都是在腰斬左右附近 比特幣在這個減半之前 就已經創出了歷史新高了 所以這次的走勢 跟過去幾個循環是完全不一樣的 變相你也可以說 這一次的走勢是有點偷跑 而且偷跑現象是蠻嚴重的 那就算現在比特幣回調到 63,600多的位置 離上一輪的牛市高點 其實只跌去了8.21% 所以是非常非常輕微的 那我在這邊很快用一個比較 來讓大家體驗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們就說上一次牛市高點在這邊 如果我們的跌幅 跟上一輪循環一樣的話 就跌56%的話 落在30,200多的比特幣 那如果我們要回到上上輪 就跌50%附近的話 跌50%附近的話 比特幣就會在33,600多 所以如果我們要以過去 兩個循環的平均值 就是在減半之後 兩週跟上一輪牛市高點的 這個價位比的話 我們應該是處在 30,200到33,600之間 但是現在比特幣的價錢 卻在68,000多 跟30,200或33,600比 其實是已經翻倍了 所以變相來說 這一個循環 比特幣這個偷跑的現象 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一直就有導致 就是這個很多人認為說 比特幣這一輪的牛市 會提早結束 那對於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不這麼認為 那除非說接下來的兩三個月 這個比特幣直接就拐頭 繼續往這個10萬的方向前進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一輪的牛市高點 可能就會落在今年的年底 甚至是明年年初 這個第一個季度左右的時候 但是如果比特幣在這邊 可以得到一個兩三個月的回調 那最終不管是回到 53,000、51,000附近 或者是這個 58,000附近 那對比特幣長遠 就是這一輪牛市長遠的這個方向來說 會是比較健康的一個信號 因為一個相對程度大的回調 就會對之後的漲勢 這個儲備更多的能量 所以變相來說 如果這個比特幣給橫盤整理 甚至是往後 甚至是往下回調 兩三個月的時間的話 那變相來說 這個比特幣的高點 可能就會發生在2025年的年底 或者是這個後半年 那這個跟以往的循環來說 就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現在分為兩個流派 一個流派是相信這個比特幣 已經提早偷跑了 然後另一個派系 就是認為說這個比特幣 跟之前的循環都是一樣的 依然會在這個減半的隔年年底 才會觸定 個人認為 這兩種看法 都是有他們各自的道理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屬於哪個流派的 你是認為說 比特幣會這個提早觸定嗎 還是你認為說這個比特幣 依然會跟過往幾個循環一樣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區 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但在這邊很明顯 就可以注意到 如果我們今天做時光機 回到上個循環 或者是上上個循環呢 那今天比特幣處在的位置呢 已經completely 就是完全的outperform 就是比之前兩個循環的表現 都要來的好了 所以在這個減半之後的兩週 比特幣處於63000多的位置呢 我們大家應該都要感到 非常非常的appreciate 跟開心啊 因為如果以過往的 這個循環的例子來說呢 現在應該是處於3萬出頭的比特幣 那回到這件主題 這個比特幣到底什麼時候 會開始暴漲呢 我個人相信啊 應該還是有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認為另一個需要注意的這個指標呢 就是Bitcoin Dominance 就是比特幣的市占率呢 我認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個指標 因為比特幣的市占率呢 現在最高的位置是漲到57% 但是我一直相信 這個比特幣的市占率 最少應該要達到58%附近 那在這邊其實蠻明顯可以看到 這依然是一個higher low 就是一個更高的低點 就跟之前的這個低點比呢 所以我認為這個比特幣的市占率呢 接下來還是有可能繼續往上攀的 那到最後會到哪裡 是到58這邊觸頂 還是在60%觸頂 或者在60出頭觸頂呢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事情 因為我認為一旦比特幣的市占率 這個觸頂 不管是到58%或者是到60%呢 那到時候開始下調之後呢 真正可以持續的山寨幣暴漲才會到來 真正可以維持的山寨幣季節才有辦法到來 那至於比特幣市占率什麼時候會觸頂呢 我個人曖昧的揣測呢 應該也是會在這個兩三個月後發生 我相信比特幣下一輪暴拉的時候呢 應該就是比特幣市占率觸頂的時刻 那到時候這個三四個月 不管今年是七月開始降息 或者是九月開始降息呢 這個就跟降息的點位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相信在降息的前夕 可能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是降息前夕一個多月左右的時間呢 然後到那時候呢 比特幣市占率也會在那時候觸頂 然後開始回調 然後正式開始降息之後呢 山寨幣才有辦法迎來一波可以持續的暴漲 那以上就是我對於接下來幾個月 這個比特幣的走勢 跟山寨幣走勢的一些曖昧的揣測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這個維持耐心啊 就是比特幣現在在六萬多呢 真的是已經非常非常好了 OK 那我們開始看順吧 第一個新聞要跟他聊的是 日元面對美元的估值呢 來到了這個1990年來的新低啊 那是什麼造成各大國家的貨幣 面對美元都持續流血呢 就是因為對於降息的預期啊 因為之前大家都在猜 這個美聯儲可能會在五月降息 可能會在六月降息 但現在各種跡象顯示出來呢 這個最早有可能降息的時刻呢 就是七月 那這個大概率呢 應該是九月才會降息哦 那因為這個降息的預期 被延後的關係呢 就造成這個各大貨幣 面對美元都會持續的流血啊 這美國依然是維持一個高利率哦 那因此會把這個各種國家的 這個貨幣還有資金呢 都吸入到這個美國的市場啊 因為美國的這個利率是高的嘛 那相對來說呢 這個美元在降息之前呢 還是會強勁個好幾個月哦 因此其他貨幣面對美元 在接下來幾個月呢 就會持續的流血啊 那我在周末的時候看到一個圖哦 就表示說 但是面對日元還有一些其他貨幣 像這個阿根廷的貨幣啊 或是土耳其的貨幣啊 比特幣依然就是 每天都在創新高哦 那是什麼樣造成這樣的原因呢 就是通貨膨脹哦 因為不管是在土耳其啊 或者是阿根廷啊 他們通貨膨脹都是20%起跳哦 所以雖然說 比特幣面對美元 這個是跌去了這個十幾個% 但是面對其他的 這些比較虛弱的貨幣呢 比特幣還是非常非常強勁的哦 就變相來說呢 如果你住在這個阿根廷 或者土耳其的話呢 購買比特幣 就是保護你這個購買力最好的一種方式哦 那當然你也可以使用這個購買美元啦 所以我們在上週的影片 也有看到這個很多這些國家呢 他們也是選擇 使用購買這個美國的穩定幣哦 就不管是USDC啊 或者USDT啊 因為透過持有美金呢 才有辦法保護他們自己的購買力哦 因為他們自己的貨幣 面對美元是持續的在流血 那面對比特幣呢 更加會持續流血哦 因為美元面對比特幣呢 基本上也是一直持續的在流血哦 所以大家如果是住在一些 這個貨幣比較強勁的地方啊 這是要深感非常非常的幸運哦 因為今天如果你住在阿根廷土耳其 這些地方呢 你的貨幣基本上 每一天都在縮水 每一天都在減少 每一天都在減低他的購買力哦 下一句話要跟大家聊的是 Franklin Templeton 他們把這個他們以太坊的現貨ETF 放在DTCC上面哦 那DTCC是什麼呢 就是任何的ETF在上市之前呢 都必須放在DTCC的website 就是他網站上啊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這個 Franklin Templeton的以太幣現貨ETF呢 是已經放在這個DTCC的網站上了 那關於DTCC的網站呢 之前每一支這個比特幣的現貨ETF 在上市之前呢 也要被放在DTCC的網站 但是這件事情呢 並不代表說這個以太幣的現貨ETF 會在5月被通過哦 那我個人已經曖昧揣測 非常非常多次 跟大家提醒過非常非常多次 我認為以太幣的現貨ETF 在5月通過的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哦 那最快呢 我認為是到2025年 才有機會迎來這個美國 第一支的以太幣現貨ETF啊 就是這幾天呢 這以太幣漲的其實還不錯 那面對比特幣呢 也是有一波反彈哦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然後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呢 在0.05這個地方呢 是迎來一波反彈哦 那這個反彈呢 我個人認為它只是一個反彈而已哦 因為它看起來呢 依然是一個lower high 就是一個更低的高點 所以以太幣面對比特幣的估值呢 我相信也是會在接下來幾個月 持續說 那最終應該至少會跌到 這個0.045的地方 那我個人認為在這裡呢 這個以太幣面對比特幣的估值呢 才有可能拐頭向上哦 但是在這個市場當中呢 永遠不缺這個gambler 就是賭博的人啊 那我相信面對接下來5月 這個以太幣現貨ETF會不會通過這件事情呢 一定會有人去進行這種小概率的賭注 賭說它會通過 因為一旦通過的話呢 但是市場沒有把它pricing的話呢 變相來說以太幣的價錢呢 也會因為這個沒有人期待說 它的現貨ETF會通過 然後迎來一波暴漲哦 但是這樣的行為呢 我個人認為比較像是賭博 不像是投資哦 那大概率呢 這個以太幣的現貨ETF在5月呢 應該是會被拒絕的哦 下一個訊息要跟大家聊 在x上面一個非常非常知名的 加密貨幣短線交易者認為說呢 認為說呢在不久的將來啊 將會迎來一個這個 歷史最強勁的山寨幣季節哦 那它使用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 那它提出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它認為啊 這個USDT的Dominance 就是USDT這個穩定幣的市佔率呢 在下降的時候呢 就是山寨幣開始暴漲的時候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USDT穩定幣的這個市值啊 一直是在往上的一個上升趨勢 但在最近幾周呢是跌破了 那在這邊它認為這個USDT的市佔率 會回去這個上升趨勢這邊 再次測試變成阻礙之後 會繼續往下跌哦 因此它認為山寨幣季節呢 會在不久的將來就這個到來哦 那到來之後呢 它認為這會是這個 自從2017年以來 這個最瘋狂的一個山寨幣季節哦 那我個人對於山寨幣 面對比特幣的長期估值來說呢 我相信是會越來越多了 那變相來說就是 比特幣市佔率以長遠來說呢 它是會逐漸的往下走的 就是每一個牛市 山寨幣都會把比特幣的市值 一點一點吃掉 就像上一個牛市 特別市佔率一度是跌到了30幾個%哦 那對於這一點呢 這個趨勢長期的趨勢呢 我認為比特幣市佔率 會是持續往下的 所以變相來說 就是每一次大牛市到來的時候呢 山寨幣的市佔率都會越來越大啊 因為山寨幣可以取代的東西是太多了 就我們日常生活在用的所有事情呢 基本上都可以透過L1主鏈去這個取代它 但是比特幣目前大家看到的東西呢 就最多呢 這個比特幣市佔率 就頂多超過黃金一點點 那黃金的市佔率是落在這個十幾個Tillion 但是這些L1項目要取代的這個市值呢 可能是幾百個Tillion哦 所以最終啊 就是隨著時間慢慢的演變呢 我相信這個比特幣市佔率呢 是會越來越低的哦 因為所有這些L1的山寨幣 他們要取代的東西的市值呢 是遠比虛擬黃金要大更多啊 但是在現在這樣的環境呢 這個比特幣市佔率 還是在一個上升趨勢當中 所以我們講的東西 可能是5年後的事情 那大家千萬不要把這個5年後 10年後的計畫 把它變成一個這個 一兩週的交易計畫 因為如果你搞錯的話 你在這個投資市場裡面呢 要賺錢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下一期要跟大家聊的是 First Republic Bank 那First Republic Bank呢 在這個週末的時候 是正式的倒閉哦 就由這個美國監管單位給接手了 那關於First Republic Bank呢 之前有跟大家聊過幾次啊 那在一年多前這個銀行危機的時候呢 比特幣反而是迎來一波暴漲啊 PB破產的事情 會不會帶來下一波這個比特幣的暴漲呢 這個是有機會的 因為當這個人們 對於銀行體系失去信心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選擇alternative 就選擇一些其他的方式哦 那比特幣就提供了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alternative 就是一些額外的選擇啦 那在上一次這個 美國銀行危機的時候呢 比特幣當時就是從2萬多 直接拉到了3萬多 所以迎來一波50幾%的暴拉啊 那我們回到這個 First Republic Bank 他們股票的走勢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走勢哦 一路都是慢慢的在上漲 然後突然有一天呢 就不直接暴跌哦 然後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在短短的幾天呢 這短短的幾天 短短的35天 將近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呢 就直接點去了97.65%啊 那大家必須知道的事情呢 是這個是一個美國合法的銀行 有非常非常多分行的一家區域性銀行哦 看到這個圖 我相信第一個反應都是 這個又不知道是哪一個加密貨幣 哪一個垃圾幣 哪一個shade coin 然後發生這種rock pole的事件 然後直接在這個短短幾天 就暴跌98% 但是很遺憾不是哦 這是一個美國正式上市上櫃的銀行啊 都能發生這種直接在這個短短的35天 就從121塊一股 跌到3塊錢一股哦 在周五盤後之後已經跌了更多 目前是跌到了這個2塊8毛一股哦 然後這些銀行的人呢 還在笑說加密貨幣的波動是太大了 比特幣的波動太大了 以太幣的波動太大了 但在過去兩年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多個銀行呢 都是破產了 那這邊呢 這是我對於這些區域性銀行的一個 follow的表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1234 4家銀行都已經破產了 那這個FRCE First Republic Bank呢 他們會成為這個最近兩年以來 這個第五家破產的銀行哦 那至於破產這件事情 會不會迫使這個美聯儲 提早開始降息呢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可能發生的事情啊 那這個對於降息的預期啊 一向都不是這個這麼的準確哦 那這個要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今天如果大家都期待說 這個7月要降息的話呢 大家就會開始瘋狂消費 瘋狂的這個用錢嘛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席卷而來哦 所以變相來說呢 這個美聯儲告訴你說這個 現在降息要延後啦 現在降息要到9月啊 要到這個年底啊 要明年才能降息啊 變相來說 就有可能造成這種區域性銀行 更大壓力 然後對於整體經濟造成更大壓力 最後迫使美聯儲這個提早降息哦 那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 是比較可能發生的啊 所以我對於降息的預期呢 我依然相信應該會在7月的時候發生哦 那至於降息的力度 到底是25個基點還是50個基點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持續 一起關注下去的事情哦 今天最後就要跟大家聊的是 這個台灣ACE交易所的創辦人呢 被這個檢察官這個指控 然後並且告了他 這個應該要關這個20年的監禁哦 那我們往下可以看到更多的細節啊 就是檢察官告了這個ACE的創辦人 叫做David Pitt 然後他的這個共同合夥人 叫做Lin Ken Hong 還有ACE交易所的這個律師 叫Wang Chen Huang 對於這三位人兄呢 檢察官認為這兩個共同創辦人呢 都必須吃至少20年的牢飯哦 那另外對於這個Wang Chen Huang這位律師呢 他也建議至少要關13年哦 那關於ACE交易所呢 我相信一些我的老觀眾應該記得吧 就是在當時這個交易所之亂啊 FTX破產啊 這個Voyager破產啊 這個Black5破產啊 Celsius破產啊 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就當時我就不提前提醒大家 要把自己的加密貨幣資產 從交易所上提出來 放到冷錢包裡面自己持幣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那時候因為我收到一些背後的消息 背後可能是這個不是這麼的穩固啊 所以我當時提醒大家 如果有錢在ACE交易所的話呢 就要盡快的提出來哦 那因為我當時做這個決定呢 ACE交易所的這個創辦人 就是這位David Penn呢 還加入我的LINE 跟我解釋一大堆有了沒的東西 表示說他們交易所是多麼的legit 在台灣是多麼符合法規的一個交易所 然後讓我不要在那邊製造謠言哦 但是短短不到一年多的時間呢 ACE交易所就真正的出包啦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的這些創辦人呢 都有可能吃高達20年的牢飯哦 那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呢 在下面可以看到哦 這一共有大概1200個這個單體售戶是被騙了哦 那騙的這個總金額呢是高達了8億台幣啊 那換穿成美金呢大概是2500萬美金左右哦 他們這個詐騙的方式呢 是透過推動NFTC的這個幣 還有一些這個ACE交易所的幣呢 去進行詐騙的動作哦 那我不知道我觀眾有沒有 任何人是在ACE交易所上有被卡錢啊 或者是有被詐騙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讓我知道哦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呢 就再次提醒我們大家這個自己持幣的重要性啊 就是今天呢進到加密貨幣的投資市場裡面呢 大家必須學習這個購買冷錢包自己持幣哦 因為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的第一課101呢 就是Not your key Not your crypto 如果今天你沒有自己持幣的話呢 這些資產都不屬於你的 是屬於交易所的哦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這一點啊 那我知道在一個這個太平的時代呢 大家都不會想到說這個你使用的交易所 可能會這個backhang 可能會出現什麼問題哦 但在這個一年多前 FTS的教訓啊 Celsius的教訓啊 Voyager的教訓啊 BlockFi的教訓啊 今天交易所出事情的時候呢 你的資產沒有任何人會為你負責哦 所以永遠必須使用冷錢包自己持幣 學著自己持幣 才是投資加密貨幣走得久的最重要的一刻哦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拜拜 他們留下吧 這樣子就不可以滑 謝謝大家 我們聯邦 就會不按摩 我的公日 病人 很多人